我依靠 神明的事能 許你攜手同情 願世間快樂多過於悲傷 願世間溫暖多過於孤單 願世間光明多過於黑暗 願世間和平多過於掙扎 願世間讓人替代了責難 願世間謙虛多過於狡猾 願世間慷慨多過於燦爛 願世間涼傷多過於顯然 願天空保佑最初的未來 願心涼入海被點點拖寬 願生命雖遠聚散 雖欲願 願生命雖遠聚散 雖欲願 任何一個有苦難有災難的地方 必定有慈激的慈悲視線 特別我以前很喜歡去醫院 我就看到只要有往生者 在很多醫院就看到有慈激的制服 在那邊穿梭 後來看到報紙更是如此 而且我們慈激功德會的 以前我還不認得 因為我都認得怎麼臉都長得一樣 衣服也一樣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很好的 因為每個人一心一意 要把佛陀慈悲激世的精神展現出來 去幫助受苦的 特別在街頭上 我很羨慕 在街頭上只要世間社會有災難 那這些菩薩就放下身段 在十字路口為這些苦難的災難眾生募款 我最羨慕這個了 因為這是一種願意接觸眾生 事實上我們哪裡有苦難 並不是我們跟他要錢 而是我們讓對方種福田 所以那時候翁師姐給我講 我們不是慕錢 我們是慕心 對對對 救人心 為什麼讓對方生起一個悲心 所以用悲心來幫助這個苦難 我想可以把佛陀的薪水 就透過世間的種種的變化無常展現出來 所以如果人家很多人問我 那你們出家在幹嘛 出離自私的家 走路慈悲的家 就是要去做好事 幫助別人 這個跟學什麼法門或什麼宗教 可能沒什麼關係 但是慈悸所展現出來的 讓人類找到希望 因為這個世間 科技 經濟 政治 武器 都發展到極致 但是呢 這個世界最缺乏的就是人類的悲心 所以我想慈悸功德會在整個世界 每一個角落 不分宗教 去展現佛陀的大愛 悲心 關心對方 體貼對方 所以我們早上 然後我們這一側就看到了 你看 太陽那麼大 他們還在那邊揮手 我們出來門口他們來合掌 我說對呀 我就羨慕這個 我也有幾個小小道場 我們那些菩薩也不會做這麼事 你趕快走吧 你忙你的 我忙我的 我說 下回我自己去合掌算了 所以我想在這一點 無論如何 這就是一種訓練吧 訓練自己去親切 結果有時候就跟我們到場的法師菩薩說 以後辦法會 我們大家站在門口合掌 感恩 感恩 歡迎 歡迎 走的時候又趕快跑到門口 繼續合掌 這個就是修行 因為我以前是基督教徒 因為我本來是傳統道教 我們家裡反正都是大家的派人一樣 觀音菩薩 觀公 土地公 就這個很傳統的 後來我去學校上課 經過教堂 然後教堂的牧師 哇 講得很流利 比我爸爸還好聽的閩南語 微笑 然後呢 下課就經過那個教堂 門口的牧師就是這樣 微笑 微笑 因為牧師的微笑 親切的語言 那我就走路 耶穌基督的心了 後來我又去天主教 因為我覺得 有那邊有愛 我爸爸好兇 那邊好溫暖 所以就像剛剛我們 這些慈激的師姐 各展神通 每個人煮的不一樣的菜 給我們吃 那事實上 那就是一種關心 就像媽媽的手藝一樣 如何讓別人得到快樂 離開痛苦 最重要 但是我要強調一點是 雖然我們要幫助 所有眾生離開痛苦 那首先你要 讓所有眾生快樂 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很愛 很喜歡讓他快樂 就像我們 要讓小孩子 讀最好的學校 用最好的東西 那你對他的 悲心就會越強 因為不忍他 受一點點的苦 所以當然 佛教講的是 慈悲 所以佛教的基本原理 是智慧 但是呢 佛教裡面 由這個智慧的空性 表現出來的 就是慈悲 那首先當然 我要簡單的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去慈悲 難道慈悲是 強迫去做的嗎 那我想 禁思 我們要去思維 我們要去思維 為什麼要慈悲 因為佛陀講了 最簡單的 不共於世間 映順導師稱為 大乘的革命 那就是這個 無我空性的智慧 這個無我空性智慧 是 講的是緣起 信控 那這個空性 講的意思是什麼呢 離開對方 我們絕對不能單獨存在 離開太陽空氣 山河大地 離開人 動物 如果這個世界沒有蜜蜂 全部人也會死掉 所以這個世界沒有螞蟻 那這個世界也會產生問題 也就是說 佛陀講空的意思是 並不是什麼都不存在 而是任何人的存在 一花一草一木的存在 都不能夠離開外界的 所有因緣條件 就像你個人的生命存在 不能夠離開爸爸媽媽 不能夠離開老師 不能夠離開醫生 社會各行各業 各提供了他們的專業 讓我們的生命可以存在 暫時的存在 所以了解這個智慧的道理 你必然去慈悲 為什麼 感恩對方 我想慈濟功德會 最常講的兩個字是 感恩 感恩 所以我想為什麼感恩 因為你 我才可以存在 因為你 我才可以修慈悲心 乃至因為你生病 讓我找到自己 為什麼 當我去為你的苦難奉獻的時候 我的內心才找到自己 哎呀很踏實 很平靜 因為大部分的人 都以為說 我去愛一個人 佔有什麼東西 我會快樂 事實上那是痛苦 那是一種執著 執著 執著 因為依賴 依賴別人 抓住 那是一種痛苦 所以佛陀告訴我們 自私是所有痛苦的根源 唯有無私的慈悲 去幫助別人 那才是智慧 正的空性 達到平靜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想我在家的時候 老實說 我就有參加慈濟了 但是那個時候就反正負責捐錢嘛 看誰捐得多 我也捐得不少 所以他們就帶我去見上人 我在家又去見了 我就想 哇 好偉大 所以 我那是想說 我是男人 哇那些都是老闆 哇我們去拜一個女人 那是因為 去的時候才覺得 不一樣就不一樣 慈悲是超越男女的 所以 因為大家有心裡面 有心裡面 佩服正言法師的悲心 操心 壓力 承擔這個世間的苦難 這一點說實話的 是 你親近他以後 你才去了解了 所以我記得我今年年初 我去花蓮 很幸運他們又安排我去見 整員上人 然後呢 他跟我講了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跟我講說 這個衣服啊 這個衣服啊 這個衣服要用 要用塑膠去做了 不要浪費 這些 這些不要的東西啊 塑膠瓶啊 可以做成圍巾 做成背心 做成衣服 我送我兩套 所以我回去就老實穿 天氣冷 我就晚上拿出來穿 因為給我是灰色的 如果給我黃色的多好 因為我是穿黃色的 所以他是很溫暖 因為呢 正言法師 親自加持呢 所以 當然我認為 他一心一意的想著 這個世界環保怎麼辦 生態怎麼辦 我想這一點 我想各位來 慈激公投會 乃至做了委員啊 做了赤城隊啊 做了核心人物啊 都是因為 被正言上人的悲心 而感動 而願意做 所以給我一個很好的希望 為什麼 原來每個人 都可以影響很多人的 我認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說 時間會過去的 哪一天正言法師 也會圓滿成道 離開大家 但是就像佛陀 也會離開我們啊 但是他留下來的 是那一種悲心 承擔責任 這個要落實下去 所以 因為我們心裡面 也有正言法師 就像我們心裡面 也有佛陀一樣 所以我想 慈悲祭祀 還是要 很 單獨的去承擔苦難 但是在單獨的過程裡面 感動 兩個人 四個人 八個人 十個人 這個就是慈悲功德會 我們必須隨喜的 念一下 這麼多人才 這麼多錢 錢又不是拿來花 錢是拿來幫助別人的 但是 但是因為 有這麼多人 願意去參與 都是因為 被正言法師 按照佛陀的 這種慈悲 激世 人間佛教 入世的關懷 所以應孫老師 講一句話非常好 念一下 以出世的心 做入世的工作 這個出世的心 就是一種不執著世間 這個世間有名望地位 好好壞壞 讚嘆批評 我們叫世間八法 所以佛教裡面講了 空性 就是說不污染 出世的心就是一種 不污染不執著的蓮華心 雖然我們心不污染 但是我們要做入世的關懷 所以監獄也好 社會也好 苦難的地方 而且我發覺很多 慈激 這些委員 這些參與者 我在他們臉上感受到 講到苦難大家就很認真了 就是趕快 趕快去解決那個問題 哪裡有苦難 哪裡有災難 那因為 他們的生命的動力就來了 所以我想 照顧眾生的苦難 你生命才有力量 慈悲是我們生命的出口 這也是我個人出家的原因 當然出家有兩種 一種是為了個人解脫 趕快消除貪生吃 但是呢 第二種呢 是全然地把生命奉獻給眾生 所以 但願眾生得理苦 不為自己求安樂 那麼還有一句話更重要 願代眾生受無量苦 請問這年法師苦不苦 苦啊 他要實踐這個精神 願代眾生受無量苦 令諸眾生必盡大樂 願要把解決對方的痛苦 成為自己的生命的責任 去承擔眾生苦 所以叫比丘總代三分病 一個菩薩 不分在家出家 你一定要生病 為什麼 那你才不會忘了眾生的苦 但是目的呢 一大早起床就在想 如何幫助眾生離開痛苦 所以也因為慈濟的這種 直接快速的方法 就能夠號召很多 做了很多大事業 賺了很多錢卻很苦惱的人 然後他們開始去折報紙啊 做環保啊 去救苦呢 他覺得這個比賺錢還快樂 樂此不疲 為什麼 為自己在奮鬥啊 再多 別人在稱讚你 那是個壓力 但是 能夠為別人奉獻 甚至對方都不知道你是誰啊 我內心很快樂 很自在很有力量 所以我想 正言法師就直接用這個方法 導致了很多人 一加入慈濟以後 從此以後 就坐到牢了 為什麼 就一直跑吧 一直充滿 因為這個世間 什麼不多 就是苦難多 所以佛陀把這個世間 用四個字來形容啊 列一下 純大苦懼 就是純粹很大的痛苦的慧懼 這個叫世間 不關 不管 如果今天很多人移民到澳洲 覺得澳洲是天堂 那就不需要慈濟了 為什麼 剛剛我們直系上說 我們慈濟有六個點耶 想盡辦法 原來 原來 你在世間 什麼地方 都有苦難 都有需要被幫忙的地方 所以 只是 像我個人 我經常 我到很多國家 包括 上個月 還去亞加達 哇 慈濟好打 我在想說 你叫我蓋個柱子 我都沒辦法 怎麼辦 我有發怨 要蓋老人院 醫院 現在沒辦法 先養流浪狗 好 所以 那是無論如何 這要有很大的福報 所以列一下 隨喜正言法師的福報 好 那是因為 正言法師有這個悲心承擔 它自然有福報 能夠 因為 老實說啦 六道裡面最難度的是哪一道 人道 因為三二道很痛苦啊 很容易度 天道 他很喜歡佛法 你升天以後啊 他就知道 我為什麼會升天 我原來是做好事 我為什麼會升天 我原來供養出家人 我為什麼會升天 歐原來受保安齋戒 所以 他這天人 就天生喜歡護持佛教 阿修羅道 很多過去也是護持佛教 只是什麼 這我要提醒各位 很多人很喜歡做善事 很多人很喜歡做善事 然後脾氣不好 我跟你講 你會去阿修羅道 所以阿修羅道 就是說 他也很喜歡做善事 但是呢 競爭比較 你會去阿修羅道 所以在這種狀態 那你就上不了天道 回去阿修羅道 那是慈濟的 委員你們不用擔心 因為大家都會投胎做人 這是慈濟的共願 隨著善人 一直來投胎啊 一直來服務啊 當然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修行的因緣方法 所以 但是無論如何 這一份悲心比較重要 所以 當然你悲心到一個程度 因緣成熟 那你也會看到一條路 哪一條路 是最適合自己的 都沒關係 後面有幾個字 來 慈濟人間路 你在慈濟做久了 你就會找到人生光明大道 但是 所以在這邊 我必須講三個事情 因為早上 我聽汪先慧居士說 我帶著他們回向 他說 師父我沒回向了 我說我需要你回向功德給我 他說為什麼 你慈濟功德那麼大 回向我一點嘛 因為我們做了這麼多善事 你沒有回向 唉唷 那這個 而且你可以回向一億變 譬如說你早上去幫助一個窮人 照顧一個人 你這個功德 可以回向給法界眾生 那你知道眾生無量無邊 那功德就無量無邊 回向就像你一滴水把它丟在太平洋裡面 整個大海裡面都有這一滴水的成分 所以我經常要跟我們 像我大家都知道 海淘法師不做人的事 都在做動物的事 哪一次呢 都在超度孤魂野鬼等等等等 但是我每次跟汪師姐說 拜託把你們的功德回向給我 因為呢我需要 慈濟的大福報大功德 來回向給動物道啊 這些鬼道啊 當然你不用求我 我也會天天把放生超度的功德 互相慈濟 為什麼 我認為佛教沒有單獨的存在 任何佛教徒所做的 你做的就是我做的 所以任何一個道場的精髓 都是我們的佛法 一切幫助眾生的方法 都是佛法 不分宗教 所以如果以這樣的心態 所以我們要彼此回向 念一下 彼此回向 彼此隨喜 所以別人做的好事 所以別人做的好事 我們要隨喜 自己做的功德 要回向 有這個意思 還沒做到的要 發願 所以這三個各位 再做一次來 自己所做功德 要回向眾生 別人所做功德 要內心隨喜 還沒有做的功德 還沒有做的功德 要發願 所以我們剛剛在車上發一個願 哇 在雪裡開個素食館 好 他們跟我說這邊 沒幾家 那這個太好了 這邊市場那麼大 但是家家餐廳都有賣荤食 但是荤食裡面也有素食 但是純粹素的 我認為一定有 但是只是 不像我去溫哥華 多倫多 去紐約 就很多很多 特別紐約的素食還真好吃 所以一般說台灣的最好吃 但我去紐約也吃到好吃的 我去溫哥華也吃到好吃的 為什麼我會講這個 每次我走到哪裡 我都問人家 請問你這邊有素食點 有嗎 請你介紹我哪一家最好吃 我一定要去吃吃看 不是我貪吃 因為我每次去吃最好吃的 我就會把這個味道 不吃出去 因為我每天在念 這個味道好吃 供養你 所以 當然我認為 素食做的好吃 也是慈悲 但是 澳洲為什麼吃素的 那麼少呢 可能澳洲動物太多 所以大家就吃肉多 但是我想各位 講慈悲 必須從自己的嘴巴做起 然後呢 從自己內心做起 所以念一下來 眾生都是父母 所以沒有一個生命 沒有做過我們的爸爸媽媽 這一點各位要相信 因為有一天 澳洲什麼不多 就是鳥多 所以有一天佛陀跟阿難 走在路上 天上有一隻鳥飛過去 然後佛陀就問阿難說 阿難阿 你知道那隻鳥 跟你什麼關係嗎 阿難說 佛我不知道 然後佛陀就說了 阿難阿 你把地球上的所有東西 花草樹木切成一片一片的 合起來算有多少片 阿難說佛阿 算不完 然後佛陀就跟阿難說 阿難阿 天空飛過去的那隻鳥 生生世世做過你媽媽的次數 超過整個地球切過 變成百千萬片的好幾百萬倍啊 阿難阿 你相信嗎 阿難那時候一思維就哭啊 真的嗎 佛陀 佛陀說真的 從今以後 你看到的天上的一隻鳥 地上的一隻螞蟻 水裡面的一隻魚 做過你父母的次數 沒有辦法算計 你要用這樣的心去感恩眾生 去對待眾生 所以我想這就是佛教 要我們相信了 雖然我們現在看不見 那這些父母在受苦 我怎麼可以享樂呢 所以我在家很喜歡講一句話 爸爸媽媽沒吹冷氣 我不吹 爸爸媽媽用不了好東西 我不用 因為所有都要先供養父母 還有一個願各位要發 生生世世 絕對不要比爸爸媽媽早死 因為會讓父母很苦很苦的 所以釋迦牟尼佛生下來 他選了一個最愛他的媽媽 摩耶夫人 然後他不讓摩耶夫人痛苦 因為他媽媽生他七天 摩耶夫人就往生了 人家就問佛陀說 你為什麼要選摩耶夫人 他說絕對不能讓我媽媽 看到我出家的苦 不然我的媽媽心臟會裂掉了 所以我想當然 這是各位要發的願 那講到願 你只要做任何一個善事 你都可以發任何一個願 包括拜佛啊 供養啊 去慈悲啊 去救苦啊 那你要把這個功德 除了回向法界眾生 同樣得到功德 然後再來你只要發一個善願 然後這個願 將來一定滿願 所以每天你都可以發很多很多的願 所以因為這個時間 那這個願 目的還是幫助那個苦難 你發覺現在公園很多老人 很痛苦 沒事幹 那你就要發一個願 我如何讓這些痛苦孤獨的老人快樂 這樣就好了 然後以後你就會很會講笑話 然後呢你就會天天去公園 每個老人都很喜歡你 因為你發了這個願 像我有發一個願 我現在說沒辦法照顧老人 我就發一個願 萬一有一個老人快往生了 我去給他講講話 等我走了他就走了 因為我發這個願 從來沒有一個老人 包括我爸爸媽媽 在我面前走的 我發了這個願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留在那邊 他就走不掉 因為我有發這個願 希望這些老人家看到我都很喜歡 但是呢 我希望他們 我們幫他祝念啊 回向 然後他懷的這種快樂的心態啊 走掉了 但是如果在我面前走啊 不太容易 所以 當然對我也很好 因為我這個人 如果要看到一個 自己愛的人在面前走 我可能不行的 因為那個過程不太容易 但是無論如何 我認為自己發什麼願 到時候一定會滿怨 當然我們現在 老實說 會有壓力 當你想要去幫助眾生 你一定有壓力 為什麼 幫不完 絕對 幫不完 因為這個世間 越來越苦 越來越多災難 為什麼 人世間的殺業太重 再來 貪嗔吃的惡業太重 昨天我們在那邊等著要坐車子 等了一個鐘頭 在餐廳 隔壁有個印度小孩子 才兩歲多耶 打坐打好 一弄幹嘛 玩手機 這樣 打坐的姿勢 玩手機 玩得很專心 他爸爸跟他叫老半天 他不理他 印度人啊 他老爸只好把手機搶起來 他只好跟他走了 現在小孩子 連小孩子都在培養強烈的欲望 所以這個世界不可能不亂 因為世界唯心走 所以我想因為如此 所以我們要怎麼又去幫助他們 我個人的想法 雖然我們 一直想要幫助世界 幫不完 但是後來我想到一句話 我師父給我講了 一個不快樂的人 沒辦法給別人究竟的快樂 雖然我們在幫別人 但是我們要學弥勒菩薩一樣 跟他學技工佛佛一樣的快樂自在 心平靜 顯現快樂 然後去幫助他 讓他覺得 沒什麼大不了了 你再大的災難啊 再大的痛苦啊 沒有問題 各位這很重要啊 你千萬不要去看一個病人 你是怎麼讓車撞到的 你是怎麼痛的 他還要再 講一次給你死 然後這邊哭好幾遍 就像一個小孩往生 你去給他探 他是怎麼死的 你老婆再靠一遍給你看 那是很殘忍的事情 所以我在這一點我就覺得 雖然我們 沒有很大的能力 去幫助他們 我剛剛講的 包括慈濟 全世界的錢給我們 我們也幫不完 但是 一個平靜快樂的心 是可以馬上給他的 錢是有限的 錢是一個善小方便 但是一顆平靜快樂的心 讓他感受到 快樂可以當下得到的 生病可以得到快樂 貧窮可以得到快樂 得癌症也可以得到快樂 靈命中也可以得到快樂 那我想這個是 永恆要做的 自在的慈悲 所以 要這樣的 這沒什麼大不了的 師父啊 怎麼辦 哪怎麼辦 要去極樂世界還怎麼辦 去吧 所以我很喜歡 講笑話 再嚴重的事情 講笑話 幽默 自在 因為我師父給我交代了 你不快樂 沒辦法給別人快樂 這一點 是 我在慈濟裡面 感覺到了 感覺到什麼 很認真 但是 有一點壓力 有一點 好像我做了 怎麼都不認同我啊 所以 我想在這一點 超越它 做我們一定要做 哪是全世界都在 毀謹我 批評我 不認同我 我還是快樂的做 自在的做 就像全世界都在罵濟公啊 那時候 多少人在罵濟公啊 對不對 然後呢 笑得大肚米勒啊 很多祖師大德 都視線了很奇怪的外表 因為現 古時候沒有什麼電腦 它不顯現奇怪 誰來學佛了 所以 因為這也是一種 傳播出去的方法 所以 但是無論如何 給人一種快樂 自在 所以我經常去 不擔 這個不擔這個國家 叫快樂王國 幸福指數最高 那我發覺 原來那邊不是有錢 而且那邊很快樂 我講一個比喻就好了 他們這個國家有什麼好處 所有的老人不用去老人院 為什麼 一個月給你三千塊 你只要去寺廟 給我轉那個大金輪 然後就給你三千塊 所以每個老人 去那邊 這個一轉金輪 整個國家都進化了 對不對 那國家給你錢 所以老人可能努力 他們不是為了錢 他認為說 轉金輪 讓世界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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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國家就供養他 你功德無量 那所以他認為 這個就是人生的快樂 人生的快樂 就是轉金輪 就像我們念阿彌陀佛 就像我們去慈悲 都可以 所以他叫快樂國度 因為 不要求物子 不要求子女孝順 但是自己 能夠把愛 因為每一個文化 展現愛的方法 不一樣 那我想 他們去轉金輪 他認為這個金輪 每一道光 都會散出去 所以你轉金輪裡面 有一億個咒語 然後就有一億尊佛 出去利益眾生 喔 他相信 他相信 所以有百千萬億的佛 去幫助眾生 那當然 站在我們 除了觀想 那慈激更為大 直接去做了 所以 五百個人合起來 就一千隻手 對不對 五百個眼睛合起來 五百個人眼睛 就一千個眼睛 就可以去 救苦救難 但是 就我個人而言 我最喜歡 也最羨慕的 就是 直接跟病人在一起 直接跟受苦的人在一起 為什麼 那個時候 你才有感受 你才有感受 因為 談戀愛不在一起 怎麼談呢 所以我們 能夠直接去愛對方 慰問對方 牽著對方的手 我想 這個是黃金珠寶 比不到的東西 慈悲是鑽石 所以 能夠讓你找到生命之光 這個最重要 不過 因為 時間的關係 我一直看時間 我這個人可以講到天亮了 為什麼我可以講到天亮 因為我愛你們 如果我不愛你們 我看到你沒話講 這就慘了 但是 我要說的是 我們每一個人 一定要經常做功德 誒 唸下來 回向法界眾生 回向正言上人 回向所有法師 要不斷的去回向 因為你說 回向給 給佛菩薩 悅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佛成佛樂 還要我們回向給他嗎 各位錯了 你把功德回向你父母 你所得到的功德 多了幾百萬倍 因為父母是感恩的對象 你把功德回向你的師父 那你的師父的功德有多大 那你又得到了無量的回向 所以就像各位我們去拜佛 為什麼拜佛功德那麼大 你用一杯水去拜佛 佛是無上福田 那你所得到的是佛的功德 所以佛陀要我們不斷的回向 但是最大的回向 當然這點是回向眾生 我們回向眾生是回向他的心 因為眾生的心就是佛性 我們所做的一切功德 幫助他離開暫時的痛苦啊 貧窮啊生病啊災難 目的呢 佛教慈濟功德會 是透過這個世間物質金錢的幫助 希望對方找到他的佛性 佛性是不生不滅的 永無苦難的 如果用身體財富 那永遠在變化 世間沒有不變化的地方 但是透過 因為我們是佛教團體 眾生究竟的快樂是什麼 念下來體悟空性 做一個比喻好了 每個人都怕得癌症 為什麼你會怕得癌症 因為我有一個身體在得癌症 慢慢的摧殘化療痕痛苦 你會怕 但是一個人如果找到一個 永恒不生病的生命 那就是我們的佛性 空性 自性 那是永遠不會生病的 所以是諸法空向 不生不滅 不夠不盡 不增不減 透過物質的 世間的關懷 希望他找到一個 永恆不變的 永遠不會被干擾的 永遠不會得癌症的 自性 這個是最重要的 所以 那在這一點 那當然 你如果找到這一點 雖然我們大家都很喜歡做善事 幫助眾生 但是呢 我們要安住在佛性 也就是說佛陀的覺悟一樣 了解 根本沒有一個真實我的存在 所有我的存在 就是對方 就是你 就是世界 就是眾生 沒有單獨的存在 要體悟這個佛性 這個佛性不是說無我 而是 原來世界就是我 原來眾生就是我 因為 我們是 共同體 一體的 眾生就是我 我就是眾生 沒有單獨的存在 所以如果每個人 都去找到這個佛性 簡單的說 就是 卑至雙韻 所以我今天去翁全會家裡 看他們佛堂就貼一個 卑至雙韻 是吧 所以 這個就是你本來存在的 如果你能夠達到這種空性跟大悲 所謂慈悲的本質就是空性 空性的行為展現就是慈悲 但是 透過對方的苦難 痛苦啊 火災啊 水災啊 生病啊 貧窮啊 我們 物質上 金錢上 幫助他 但是要讓他 就盡離苦 念一下 令諸眾生 必盡大樂 這個必盡 那就是 讓他達到 卑至雙韻的心態 讓他 恢復他的自信 但是 什麼時候可以讓他找到這個呢 那 是因為他在苦難的時候 你去幫助他 他沒飯吃的時候 你給他飯吃 但是他如何感受到這個空性呢 在這一點我要交代各位啊 那就是 達摩祖師說了 以心傳心 不立文字 當你內心 自己 保持在一個 慈悲與智慧 這種空性 覺性的時候 透過這個 對方就感受到了 他一感受到的時候 他就找到生命的方向 所以最後我要交代各位是 我們大家都在慈悲 但是 請不要把煩惱帶給對方 譬如說 你去祝念 你剛好跟你們公公公 你不要去祝念 你念老半天阿彌陀佛都在吵架 因為 你把煩惱給帶出去了 所以我這個人的特點啊 就算前一分鐘我被侮辱啊 我被強奸啊 下一分鐘我要去祝念 我那個時候是乾淨的 我那個時候我認為 那個過去心沒有問題 現在我要去幫他 那個最重要了 所以透過跟對方接觸的時候啊 把這一份自在的心 慈悲的心 也帶給對方 那對方他認為 喔 沒有錢也可以快樂 這就是我常講 欸 我是出家人 出家人幹嘛 沒錢欸 對啊 我是出家人 沒愛情欸 那我比你快樂 當然 我並不是說出家人才可以 任何人都可以吧 把這個也帶給對方 那這叫必禁道了 但是你要把這個帶給對方 你不去慈悸就不行 你先要讓對方感受到你的體貼啊 要吃什麼 要用什麼 要關懷什麼 我們都能夠給對方 所以佛陀要我們 不失 慈悸人入 這些要去做 最後呢 也要把般若智慧帶進去 這個叫杯子雙韻的狀態 然後一杯水也好 很多錢也好 讓對方得到圓滿的快樂 所以我想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 最後帶各位回向好不好啊 然後各位就要發怨了 因為我從今天開始代表慈悸 反正就天天笑就對了 然後被罵也OK 我跟你講不會 沒有被毀謗你就不會更成長 所以沒有被傷害啊 那就是 你要修行一定要降伏自我 降魔 你越大的苦難 所以每次當我被燈報紙在罵的時候 我心裡就很爽 後面有更大的可以做了 我只要保持接受安忍 不失慈戒百千萬億 還不如忍入一分的功德 還是保持平靜 誰來念一下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莊言佛淨土 莊言佛淨土 上報父母祖先恩 上報父母祖先恩 上報所有眾生恩 上報所有眾生恩 上報所有國家領導恩 上報所有國家領導恩 上報三寶加持恩 下記地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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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記惡鬼苦 下記惡鬼苦 下記動物苦 下記動物苦 特別各位住在澳洲 我可能要拜託各位 不管你每天做任何一個功德 會像這邊的袋鼠啊 兔子啊 這些聽說羊被殺很多啊 乃至牛也好啊 乃至當然各種的人類都可以觀想一下 若有見聞者 若有見聞者 西伐菩提心 西伐菩提心 佛教最圓滿的教育是 勸大家都發起 為利益眾生而成佛的菩提心 所以我們做了很多善事 都是希望對方能夠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生 盡此一報生 同生極樂果 同尊極樂果 找得趁願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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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駕持航 找駕持航 普度眾生 普度眾生 回向正言法師 回向正言法師 所有法師 身心自在 身心自在 利益眾生 所有護持者 所有持祭會員眾等 所有福會員滿 同誠佛道 同誠佛道 謝謝大家 有問題嗎 還有五分鐘 可以問我 我不見得會給你答案 但是我會去思考 有嗎 念他們說八點 一般我們都不會有問題的 下班下課才會有問題 這是水水量嗎 好 謝謝大家 我會想到 我會想到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防疫的路上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我们要一起养成勤洗手戴口罩的好习惯 一起配合食联制 接种疫苗 一起建立稳固的防疫阵线 在我们身边 戴着口罩与我们擦身而过的人 有可能是刚卸下防护装备的医护人员 也有可能是协助疫苗运送的几组人员 你我身边每个人都曾在防疫里尽一份心力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 不是彼此 让我们用正向团结的防疫态度守护对方 不要让歧视与攻击消耗了我们的能量 我是唐启阳 感谢每一个防疫伙伴 我们一起团结防疫并肩同行 冬天到了 冬天到了 降温了 严寒破镜 大部分城市陆续进入冬季 东北有些城市已经进入冬季 并且降下了大雪 当你坐在温暖的屋子里 看着窗外飘雪时 是否想到冰雪覆盖下鸟儿能否吃得饱 我们人类因福德因缘俱足 所以有暖污住 热饭吃 但是这些鸟可就是人间寒冬地狱了 它们冬天找不到吃的 有的冻死 有的饿死 尸体满地遍野 外面真的好冷啊 老公 赶快到暖气边上暖和暖和 然后再喝点热水 暖暖身子的 一场大雪后 很多鸟儿都会因此丧命 鸟儿死亡数量会受到降雪量直接影响 让鸟儿致死的首要原因 是下雪后找不到食物被饿死 有些鸟乱翻垃圾袋 刁烂菜叶 小鸟冬季生活的窘迫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大雪后的一个早晨 老张按照惯例来到公园运动 结果他在公园的树下发现了好多死麻雀和喜鹊 老婆 我要出去运动了 好的 刚下完雪 路滑 要小心点啊 好的 我会小心的 我还真有点冷呢 老宋 老马 你们两个在看什么 老张 你看 这里好多死麻雀呢 啊 怎么会死这么多麻雀呢 唉 还不是因为这场雪啊 我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报道 很多鸟儿因为雪大找不到食物 会被活活饿死的 是啊 尤其是突降的头场大雪影响最大 降雪频繁长期不化造成食物缺乏 饥寒交迫下鸟儿最易死亡 突然降下的第一场雪 往往让鸟儿们措手不及 在白茫茫的大雪覆盖下 鸟因记忆迷失 就会找不到之前储备好食物的储藏室 唉 看看这些死去的鸟 身上一点肉都没有 真是太可怜了 这场雪害死了不少鸟啊 那边的几棵树下 也有好几只小鸟的尸体呢 哦 你们看 那个老哥在干什么呢 不知道 好像是在挖什么吧 那我们过去看看吧 当老张等人走过去后才知道 那位老人正在树下 埋葬那些冻死的小鸟呢 老哥 你这是在做什么呢 这些小鸟太可怜了 因为一场大雪被活活饿死 我想把它们埋葬下 老哥 今年死掉的鸟可不少呢 是啊 到现在我已经埋了四只喜鹊和二十多只小麻雀了 唉 它们真是太可怜了 我觉得我们该为小鸟做些什么 让它们能够度过这寒冷的冬天 是啊 不如从明天开始 我们就带一些食物来 共同喂食这边的小鸟吧 嗯 这个主意不错 嗯 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希望我们能够挽救更多鸟儿的生命 于是从那天起 老张等人每天早晨都会拎着一袋子的穀物 早早地赶到公园 在那里 他们将穀物洒向林间 让鸟儿来着食 吃吧 多吃点 老张 你也来了 是啊 你看 那边不是老宋吗 他也在那里喂鸟的 真希望能有更多的市民 来跟我们一起喂喂这些小鸟 帮他们度过寒冬 嗯 会的 我相信我们这样做 会感动更多人一起来加入的 老张他们这群人的行为 终于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这位大叔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呢 我们正在喂食这里的鸟呢 喂鸟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每年冬天都会有很多鸟 因为没有食物而活活饿死 我们感到非常心疼 于是便带着穀物来这里喂食他们 嗯 你们真是好人啊 有机会 我们也要跟着宁们一起做的 渐渐的 开始有媒体 报道他们的事迹 之后便有很多人 开始加入了喂食小鸟的行列里 冬天互生 从身边做起 冬天给鸟类失食与放生一样重要 冬天是枯竭的 没有食物的 城市中我们常见的鸟类 如麻雀 野鸽子 喜鹊等 会因气温变冷 没有食物而死 尤其是北方寒冷的冬天 冻死饿死的鸟类 更是不计其数 所以建议各位同修 各位善良的人们 冬天给鸟类买些食物 如小米 大米等等 或将家里的剩饭 米粒 麦骨等杂粮 放置阳台或庭院洁净处 失食与之 风雪中的小鸟 它又冷又饿 请给它一把米 温暖这个冬季 是啊 我们应该为这些小鸟 做些事情的 对我们来说 几块钱不算什么 但对这些小鸟来说 却无比重要 有了救命的食物 它们就能熬过漫长的冬天 而救了它们的命 您也必定会福寿绵长 老公 这是什么东西呢 鸟儿取食器 你看怎么样 你们不是整天都去公园喂鸟了吗 干嘛还要做这个呢 我想啊 在城市里有树的地方 都放上这种取食器 这样一来 那些好心的市民 不必忍着寒冷外出喂鸟了 它们只需要将食物 放在这里面就可以了 嗯 想法不错 可是这些鸟儿 会吃取食器里的食物吗 我也不清楚 但是可以试一试的 嗯 试试的 老张 你说会有鸟儿会来吃吗 我想会的 我们耐心的 等等看的 没过多久 几只小鸟 叽叽喳喳 飞了过来 然后争先恐后的 吃着取食器里的食物 老张等人见后 异常兴奋 你们看 你们看 有小鸟飞来了 小声点 小声点 别吓跑它们 我们仔细看看 它们会不会吃里面的食物 吃了 吃了 我们成功了 成功了 看来 我做的取食器非常成功 我们多做一些 让鸟儿在城市里的每个角落 都能找到吃的 好的 好的 风雪中的小鸟 它又冷又饿 请给它一把米 温暖这个冬季 请您外出时 在车子的后车厢里 经常备些鸟儿吃的小米粮食 开车路过空旷的地方 可以随时布施给鸟儿 如果您有鸟儿取食器 也可以安装固定在树干上 同时 注意鸟儿在取食器觅食时 尽量不要靠近 避免惊扰到它们 当您在城市里看到鸟儿取食器 那请您尽自己的能力 往里添加一些食物 诗食或五福报经上说 不施饮食的人 今生或来世 可以得到五种福报 寿 安 色 利 变 诸佛菩萨 希望我们都能够广行布施 真实的在生活中去落实 六度之手 布施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